大家好呀,欢迎来到新的一期口语系列的视频 这里是大白兔 前面几期视频呢,我看到了很多小伙伴的评论 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 我看到你们的肯定和支持 确实是很开心 也有一些小伙伴的留言说 希望在口语方面得到一些帮助 或者是希望我能够分享一些个人经验 所以这一期视频呢,主要是来讲 怎么样帮助大家去提升你的英语口语 关于提高英语口语呢 大多数人比较关心的几个点 就是需要多少时间 就是在多长的一个周期 你的口语才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进步 然后用什么样的方法、工具 或者就是每天你需要投入多少的时间 这期视频呢,我会把这些细节 跟大家都讲清楚 你也可以把你的个人目标打在弹幕上面 到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希望所有小伙伴呢 能够在你理想的时间内达到你想要的目标 我简单讲一下我的个人情况吧 就是在出国之前 出国留学之前呢 我差不多花了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去专攻考雅思 我的口语大概是从雅思两到三分的样子 基本上没有办法完整地说出一句话 然后三到四个月以后就可以无障碍地日常交流 但仅仅仅是日常交流 就包括比如说一些学术方面讨论啊 或者是一些特定领域的讨论 就是有很多专业性的词汇 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不会去用到的 比如说医学类的呀 或者是工程类的这些高级的学术词汇 平常生活中呢 基本上不会去用 包括中文或者其他语言也是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必须要出国才能把英语学好 就是以我们现在的互联网的条件 还有这么多的信息和工具都在线上你可以去用 所以有很多的方法能够帮助你达到一个理想的英语环境 对于口语是如何向的人呢 当然情况包括两种 第一种就是你已经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就是说你有一定的词汇量了 你大概知道几千个单词 两三千或者三四千 你看报纸啊或者是看电视剧啊 问题不大 就是你自己说的时候不是很流利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很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还有第二种呢 就是说知识储备比较少的 就像我之前的情况 我可能我当时我估计词汇量也就有两三百的样子 就去写一段完整的句子都比较够呛的 英语从来没有及格过 其实这种情况是比较好解决的 因为你的大脑已经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就是我们需要把输入转变为输出 第二种呢 基础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就是说你损货量比较少 然后基因语也没有一定的基础 这个问题也是不大 就是说方法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有一定基础的情况 就是如何把输入变成输出 就是我们在留学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有一种现象 就是很多人他的雅思和托夫 已经达到了一个入学的标准 但是口语比较差 这个我觉得心理上的 这样多过于能力上的问题 因为大家毕竟就是能考 雅思考到六分 或者托夫考到一百分左右的话呢 说明你的英语肯定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准的 这个呢其实也很好解决 在国内的朋友呢 就是没有特别多的机会 可以跟外国人交流的情况下 你可以利用很多的交友网站 其实现在有很多线上那种棉被的聊天的软件 打字的也好啊 或者是视频聊天影片聊天的都好啊 这个可以利用上 有一些推荐的聊天软件呢 我会放在简介里面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脸皮薄的人呢 比如说你不太好意思给别人视频 或者影片聊天 你可以先尝试打字 打字呢其实也是一种输出 中心思想就是你要增加你的表达的欲望 就如果你没有想用英语去表达你自己想法那种欲望的话 就是你所有脑子里有那些词过量啊 语法啊 句子啊都没有办法很好的能够为你所用 刚开始在线上跟外国人聊天的时候 其实很多我都不会说 就除了一个嗨 基本上其他的就说得很困难 但是我有一种很强烈的 想要表达自己想法的欲望 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别的国家的文化是怎么样的 所以你一定要保持一种好奇心 除了以沟通的形式去增加你练习口语的机会 还有很多种方法啊 比如说你自己就一个人的时候 你可以尝试的就是用英文表达一些东西 也许一开始会很尴尬 但是你想一下你周围又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 也没有人看见你 所以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对吧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现在一个人在家 你要点外卖了 或者你要做饭了 你脑子里肯定是想 我今天吃点什么 就是你脑子里的那个声音肯定是中文的 就是你们可以回想一下 其实我们自己跟自己 在脑子里面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 你可以把这个利用上 当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 同时你可以用英文去表达你的想法 比如说你今天点外卖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想 我要吃点什么 那你用英文的表达 就是说 What am I gonna eat today What am I gonna order today 其他的情况也可以参照这个方法 就无所不用其底的去增加自己使用英语的机会 比如说你跟别人发转性聊天的时候 你在打中文的同时 你可以想一下 这句话我用英文该怎么说 对吧 如果你不知道 你去翻字典 你甚至是用有道翻译 谷歌翻译都可以 哪怕它不是那么的精准 但是起码你知道这个句子看起来应该是怎么样的 在网上跟别人聊天也好 对着镜子练习也好 找朋友互相用英文发展信也好 就利用自己生活上所有的时间和空间 把你的这个英语的环境培养了起来 基本上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坚持下来的话 肯定会有很显著的效果 总而言之 方法就是增加自己表达的机会 你要有强烈的表达的欲望 当你欲望足够强大的时候呢 你的行为就才会做出一些改变 如果你潜意识里都不是很想 用英文去表达一些东西 当然你的口语的表达能力 就会受到限制对吧 所以方法就是 各外各人聊天 线上交友 第二就是自己练习 或者是跟朋友之间互相英文发短信 如果没有的话 小红书上或者其他社交软件上找一找 肯定有这种群 就大家去练习英文的这种群 第三个就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把你所有的想法和想表达的东西 自动切换成一个英语的模式 讲这么多话我口都干了 多一口啊 稍微等一下 这种情况 我们来讲知识储备比较少的朋友 首先呢你肯定是去词会量的 然后语法方面也会有一些欠缺 但说实话 语法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没有必要去专门捧着一本语法书 去看 第一你很枯燥 第二呢大部分人看语法书是学不进去的 尤其是在没有老师讲解的情况下 我自己其实也是没有花多少时间学语法 因为我真的太讨厌语法了 我看两分钟我就能马上去睡着 语法简而言之就是单词和词组的排列 对吧 你怎么样的排列 才能够准确地表达出你的想法 他每一种语言 他有自己的排列方法 排列顺序 他的主卫兵啊 或者其他什么的排列都是不一样的 我并不是说你要摒弃语法 而是说你不要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语法上面 他只要说出来感觉是对的 他没有任何错误 别人听懂 这是最重要的 那关于词汇量呢 我不是很推荐四季音笔备单词 如果你喜欢的话 那也可以 四季音笔备单词有一个弊端 你这个词单词比如你今天备了30个 如果你明天不复习 后天也不复习 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定期的复习的习惯的话 它这个短期记忆是一定会成曲线式下降的 就是你第一天记得那30个单词 可能到了一个礼拜之后 你也许只能记到15个甚至更少 所以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有更高效的方法 就背单词呢 我不建议单独地去背一个单词 而是说单词和句子结合到一起去背 我当时背单词用的是三倍比较多 为什么把单词套进句子里面 会效果好很多呢 虽然你要背的东西 就是你要看的东西可能会长一些 就你今天也许连着句子一起背 你只能背10个单词 但很大概率那10个单词 你到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你至少会记到7到8个 这样总比背100个 忘80个的要强一些对吧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要背遥控器这个单词 遥控器是什么remote 整个句子我们可以说 I can't watch TV without remote 就是我没有遥控器的话就看不了电视 所以你就很自然而然的将遥控器和电视联系到一起 理解比死精英背更重要 当你能够真正的理解到这个单词 或者是词图背后的含义的时候呢 它能够加深你的印象和加深你的记忆 除了套用句子去背单词之外呢 还有就是看电视看电影这种就是很多人都推荐的方法 但你看电视看电影 你必须要看中英文字幕的 甚至也可以看纯英文字幕的 这样刚开始会比较痛苦一些 那你看的过程中呢 你不要只看剧情 不要只光享受电影的情节 或者电视剧的情节 你看到有一些不懂的地方 就一定要去按暂停 然后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什么意思 一定要有一种较真儿的精神 但是呢我这个人比较聚 我看了一个不懂的单词或者是词组 或者是一些英美口头上的表达方式 我一定要去百度一下 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明白了以后呢才能继续看 刚开始可能一分钟会暂停个十几次 甚至是二十几次 但是都没有关系 你越到后面 你把这件事情坚持做下去 你越到后面暂停次数越少 然后过不了多久 你基本上就可以完全是没有中文字幕的去看一个电影 或者是看电视剧 看电影电视剧学单词呢 就是结合了我刚才说的那个理解 比死劲被更重要的概念 以及图像式记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片段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武器长矛 在后面的片段呢会出现很多次 我去找个电影和我们的电影 我去找个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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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刚刚那个片段 你可能也记住了这个单词 所以说图像设计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要想办法去利用它 就除了看电视电影听英文歌之外 如果你不是很感兴趣 也可以考虑打游戏 就是很多线上的游戏有国际服呢 你进国际服的话肯定都是英文的 这样对你学英语会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就是不要 但是这个和看电影一样 你不要光去享受那个游戏 或者享受电影情节 而不去主动的去学那些 你看不懂单词或者句子 这样的话意义就不大了 对吧 除了这个之外 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或者你的电子设备调成英文的 但是这个方法要谨慎使用 我刚开始调的时候 就是我英文不太好的时候 把它调成了英文的 所有东西都看不懂 用得很痛苦 费了老大进各种百度才把它调回去 所以你要自己慎重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把手机调成英文的 还有一个演讲 这个演讲呢 在B站上有 在油管上也有 我链接也会放在简介里面 你们自己去看一下 就这个人他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上个世纪末 大概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我把来了中国 就在那个时候网络还不是很发达的阶段 他都有办法在六个月的时间内 将中文提升到一个 基本上入场交流无障的水平 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去花十几分钟时间 把这个演讲好好看一下 所以你学英文会有很大的启望 有很大的帮助 除了这个演讲呢 Ted Talks也有很多非常有意义 很有意思的话题 大家也可以去B站上面找一下 对了今天我们还有特要嘉宾 现在跟西莫连线一下 看看他能够给我们一些什么建议 因为他自己英语也不是母语 所以呢他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 也有一些可以值得分享的 Hey dude What's up Hello It's alright How are you No you know Same old Nice Good to hear So here's the thing I have some friends On the internet That needs some advice About how to learn English Or specifically How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So I know that English isn't your first language either And maybe you can give them some advice On your side as well Um sure Although the way that I learned English Was a bit of An unconventional way I would say But um Yeah so Basically for me What happened was That I didn't really want to learn English I hated it when I first started And I kept being signed up To different schools And that never took And eventually I started playing a lot of video games And the video games And a lot of explanations Because back then It was uncommon To have Actual speech It was more text So you were constantly reading Different missions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by just reading them And then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each mission was And googling it I was able to You know Get used to the words And then over time I started using voice chat To talk to different people While playing games And that's how my English evolved Basically I just kept using it Every day Okay Question So when you first started Talking to people Over the internet Did you have some sort of Weird feelings Or were you scared To talk to people Like you worried about You don't know How to express yourself Properly I mean yeah It was a little bit rough Obviously they were all Speaking a lot better Than I was I didn't know All the words But Because it was in a video game Selling All you needed to know Was The words that were Most often used In the game Which I knew From the quests And stuff that I was reading So it was a bit easier I guess And then over time When you just do it enough You just stop caring And it's Becomes natural Okay So you just have to Overcome the fear of speaking And not care Basically Yes And also watched A lot of cartoon network Which was all in English In Bulgaria In the 2000s But did you Force yourself To remember Certain words Or like Do any practices From school To improve English Or You just purely Out of practices With people And try to remember What things mean By associating words With meanings Exactly I'm a little bit Allergic to schools It doesn't really It doesn't really It doesn't really Work out very well Okay I see And is that the same Way you learn Dutch Uh yes Almost Except I really didn't Want to learn Dutch I kinda didn't Want to learn English But I really Didn't want to learn Dutch So I did every day I could to not learn it But unfortunately I did still learn it Over time Okay So But your way to go Is not learn a language Like not wanting to learn language And then you learn language Exactly Not doing anything at all And then it just happens Yeah It's the way Sure I see And how did you work on grammar? Oh my grammar Oh I didn't Unfortunately That's not a subject I can help you with Because I know nothing About grammar Okay I see I just learned it Over time Yeah I I also didn't really Pay much attention To grammar I just You know Learn sentences From movies Or talking to people Then I know This is how Sentence should be And this is how It makes sense I mean When we learn Chinese We don't learn grammar When we're kids Right We just learn How other people talk And then copy that Well I Honestly I never learned grammar Because I never really had an English teacher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Other did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I guess But I already knew enough English To just not need it So I never really learned grammar Which means I don't even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verb And a noun I don't even know I just know why Sentence That sentence is correct But I can't explain to you why Okay Ballot I think that was Some really helpful advice We can give That should be pretty much it For this call And Yeah I'm gonna wrap up from here Okay That's fine Just let me know If there is anything else you need And I'm happy to help Okay Thanks Bye Bye 好了 我们讲了这么多 是不是有人要睡早了 你怎么睡得早的 你这个年年段 你这个阶段 你睡着才叫 醒了没有 醒了我们继续讲 做个总结吧 最重要的就是把英文和你喜欢的事物联系起来 日常生活中去增加使用英语的习惯和机会 还有就是关于在线上和外国人聊天交友呢 我要给你们提个选啊 就是在网上聊天交朋友 你不管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一样的 就是网络上什么人都有 你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保护好自己 不要吃亏 不要上当 然后把国家反向中心的APP下起来 它不一定业务万物会拓展到国外 那里面肯定有很多网绵知识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再一个就是有一些外国人 他知道很多中国人上网交朋友呢 其实不是以交友为主 而是说想要练口语 所以你有一定概率 会碰到有些人以为你只是单纯的想要练口语 然后甚至会破口大骂 这个你们可能自己要去掂量一下 最后我希望我的一些建议 对你的口语提升能够有一定的帮助 学习必然是枯燥且痛苦的一个过程 不管你是学英文 任何语言 或者是考研啊 考证书之类的 这个过程确实是很痛苦 但是你趁现在有这么多的机会 有这么多的平台和机遇 需要你提升自我 相比较下来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你会自责 会后悔 现在有这么多的机会 你为什么没有去把握 那种长期的后悔 反思和自责 比学习的苦更苦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突破自我 成为一个比昨天更好的自己 我们不会比今天更年轻了 其实我非常希望英文能够像普通话一样的普及 因为在海外呢 有很多外国人 他对中国人或其他亚洲人 还是存在一种刻板印象 因为他看到你的亚洲面孔 他第一感觉可能就是 这个人可能英文不是很好 所以希望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大多数的国人 都可以自信地用英文去交流 不管是出国留学工作 或者是任何的国际平台上 我们都可以自信地去传播自己的文化 也可以将英文作为一个桥梁 去学习各个国家 或者各个地区不同的文化以及知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你们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或者是有小伙伴 也有很好的英文学习的经验分享 你们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可能也会考虑开直播 这样能够更直接地跟你们去交流 去解答你们所有的问题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 拜拜